李经理 老板 你怎么过来了 这是你的外卖 我的外卖怎么在您这里 这个不重要 对了 这外卖都到了 记得给人家一个好评 好 好了 老板 那就赶快吃吧 对了 吃完以后去人事部 把离职手续办了 老板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什么误会 你要是不想离职也可以 只要你在五分钟之内 在楼里面找到刚刚给你送外卖的人 喂 您好 您的外卖到了 请问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啊 不是 我说我这都等你多长时间了 外卖 我不要了 你就等着被投诉吧 老板 我这也没超时啊 您能不能不要投诉我啊 不投诉你也行啊 只要在倒点之前 你能在这楼里找到我 那我就原谅你 喂 小兄弟 怎么了 你是联系不到客户了吗 是啊 他可能把我电话拉黑了 我怎么打都打不过去啊 哦 是这样啊 那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啊 哎 这人啊 我认识 这样吧 你把外卖给我 我帮你送上去 那行 太谢谢你了 给 哎 哎 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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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哪里啊 小兄弟 你醒了 这里是我的公司 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 哎 我的外卖呢 马上要超时了 小兄弟 你别急 你放心 那个外卖啊 我已经帮你送到了 并且给他道声欠 你就可以不离职 老板 你为了一个臭送外卖的 就要这么对我啊 当你欺负一个弱者的时候 你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 老板 我 好了 不用再说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老板 您为了我 您把 小兄弟 这是我公司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 老板 我能不能在您这儿泡个饭吃啊 当然可以啊 这都快三点了 你还没吃饭吗 我一般都是在没有订单的时候 在吃饭 我听说 这送外卖挺辛苦的 可是还挺赚钱 那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我父母生活不能自理 我得多处理挣钱 好养活他们 那您的爱人呢 他不管你吗 老板 我现在是单身 就我的条件 就不耽误我姑娘了 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 那你这每天都要送外卖 而且还要照顾家里的父母 一定很辛苦吧 不辛苦 我从小啊 家庭条件就不好 前几年 为了供我上大学 我父母每天都起早趟黑的工作 甚至每天都要打好几份工 跟他们比起来 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小兄弟 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啊 当然可以了 可是我又能帮得了你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呢 每天都有很多重要的文件 需要去送 这件事情之前一直都是由小王去负责的 只是他现在手里的工作比较多 如果我还让他接着送的话 有可能会耽误手里的工作 所以我想让你去送 这送一次 结一次 一次三百块 你看你有时间吗 啊 老板 这不合适吧 你是一个既坚强 而且又懂得孝顺的人 虽然这生活给了你无限的重担 可是你却用你一个人的肩膀 扛起了这个家的所有 当然我也相信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 你一定会克服所有的困难 去把它做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你的信任 好了 这泡饭你也别吃了 正好我们俩也没吃 跟我们一起去公司的食堂吃饭吧 哎 满天星光 向前尘埃 你会开出一朵花